卖中古车的商家居然把一堆豪车都摆放在外面 一开始我以为那是停车场 发现在台湾很多店铺会把商品大啦啦的放在外面 而且我还发现更神奇的是 卖中古车的商家居然把一堆豪车都摆放在外面 一开始我以为那是停车场 后来我发现不对 这车子怎么都没有那个车牌啊 我真的没办法理解就不怕偷吗 好歹也找一个什么铁围栏来围一下吧 然后再请个宝钱看一下吧 我刚上班半个月 主管就直接把整手的钥匙交给我 然后我就开玩笑说 哈 你们都不怕我是小偷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台湾媳妇 我是浅浅 第一次来台湾旅游的时候 我就常常看到台湾店铺外面摆放很多代售的商品 但是店员呢都在里面忙碌 也没有人在外面照看 我真的还蛮好奇的 就是像吃神仕啊 康世美啊 还有那些小北百货啊 呃还有很多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这些商品摆出来 也会有一些特价品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这些商品竟然不怕被偷走吗 或者客人如果拿了忘记买单了怎么办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应该是台湾人素养太高了 没有人要偷 所以才敢这么做吗 来台湾订居之后呢 发现在台湾很多店铺会把商品大啦啦的放在外面 而且我还发现更神奇的是 卖中古车的商家居然把一堆豪车都摆放在外面 一开始我以为那是停车场耶 后来我发现不对啊 这车子怎么都没有那个车牌啊 后来老公说那是人家中古车的厂商停在外面的 有宝马啊奔驰啊等等都有 而且外面也没有请什么保全去守着 我真的没办法理解耶 就不怕偷吗 而且那个附近好像也没有什么住家 好歹也找一个什么铁围栏来围一下吧 然后再请个保全看一下吧 有一次呢我推着不到一岁的宝宝去超商 因为宝宝坐婴儿车 我全程都没有留意他 有没有拿店里面的东西 买单出来门口他一直在一一压压的好像在说什么 然后我往前一看居然看到 他手上拿着一个闪亮亮的东西 我在想他哪里来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这样子一想 肯定是超商里面的东西 就是看到好看然后就拿在手上了 我说难怪我在出来的时候 他就一直一压压压的 后来我就赶紧拿回去给店员买单 才发现台湾的超商居然也没有那个防盗的感应耶 也太神奇了吧 再来就是那个机车行 台湾居然有一些中古的车子 就是就摆在门口 摆在门口外面 我一开始我又以为那是停车的地方 想说这个怎么停的这么整齐啊 而且还这么新 后来台湾的同事就说那是人家中古车啦 人家展示在那里要卖的 然后在台湾也常常遇到早餐店的客员 就是自己把钱放在那个柜台上面 然后再自己找钱 老板就忙自己的事情 也看到有一些新闻上面说 摊贩老板不在 然后自己就拿自己投币等等 也许可能就是在台湾 严严严之间比较信任吧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有去健身房工作过 第一天报到健身房就给我发了四套祭服 虽然有一些是恶熟的 就是前员工离职了之后还回来 就是穿过的 但是就直接发了四套 而且不收取任何的押金 那个祭服的品牌是那个爱迪达的 一套也不便宜的说 我们那时候就查了一下 一套大概一千多块人民币吧 我就问主管说这不用押金吗 主管说不用 说我们公司就本着相信自己的员工 祭服不收取任何的押金 后来更要我感叹的就是我在桃圆的一家 牙医诊所上班 那时候一位医生比较少 常常在白天也没有医师看诊 但是就是担心病患会打电话过来议约 所以在没有诊的时候都会轮流值班 我刚上班半个月 主管就直接把诊所的钥匙交给我 说因为他有试听 所以要换我开始值班了 然后我就开玩笑说 你们都不怕我是小偷吗 诊所随便一个器械都几千块 甚至还有三百万的仪器 然后我同事大笑说 我们没有把你想的那么坏了 后来那个同事他就在我们一起上班吃饭的时候 就把这个笑话分享给诊所所有的同事听 然后大家要笑翻了 他说就你那老实巴交的样子还找偷呢 后来院长就说我用言不疑 疑言不用 你放心做 我们都相信大家 还说我们有监控 就是不用担心什么的 后来我就做了大概一两个月 我就开始负责收钱 管钱都有 其实真的还蛮感谢那些台湾老板 以及台湾的同事 对我的信任 这种感觉就是很奇妙 被人信用是一种幸运 不过也有遇到过一个老板 有要求我去开那个良民证 他说因为我是外籍员事 他们第一次招那个外籍员工 所以希望我能去开那个良民证 一开始我老公有点生气 他说为什么要开良民证啊 这种工作你还要去做吗 开良民证也没什么啊 毕竟我是外籍员事嘛 开了之后我就上班了 上班之后我就发现 他们整所的东西真的很贵 甚至有一台400多万的水雷射的那个仪器 其实这么看来也无可厚非啦 但是工作之后呢 他们也是对我很信任 就常常我也是一个人在诊所里面啊 他们也不怕我把他们的东西搬走啊 之前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啊 就是有一部分公司会要求在招出纳 或者管理到钱 或者比较贵重的物品的职位啊 就会要求护职是否是本地员 那如果不是本地员的话 就会要求你要有本地的员来给你做担保 呃其实这也没什么啦 毕竟大陆那么大 就是老板也有他们的担心在 大陆的卖场啊 通常都会在那个门口 各个门口设那个警报器 如果说你没有买单 就把那个东西拿出去 那个警报器就会响 有些卖场就是保安会过来给你收声什么的 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学以及同学的老公 去广东的一家好又多超市 我们三个人灌完出来 经过那间超市的大门 大陆的超市大多数都是会在门口的 门口安装那个防盗系统嘛 然后我们走出来那个防盗系统的时候 我跟我同学是走在前面 同学的老公是走在后面 当同学的老公走出来的时候 门口的警报就响起来了 然后同学的老公就被商场的保安 叫去超市的小房间 没有经过他本人的同意 然后就直接收声检查 最后没有查出任何就是商场的东西 他才放我们出来 当下我们就没有意识到说 商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我们只是觉得好像被侮辱了 但是又只能掩着 然后回家之后才后知后劫的发现说 只有警察才能对他人进行收声的权利 超市的保安是没有权利对顾客进行收声的 后来同学的老公就说 从此他说他这一辈子也不会去那一家超市了 说有阴影在 简单说这种防盗的方式就是有利有弊 不装防盗系统就有可能被盗 装了可能就是错怪好言 其实这种事情说大也不大 说小也不小 看你怎么想的咯 好啦今天又先分享到这里啦 多谢大家收看 干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